8月28日,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 自6月中至今,共接获其主动发现768宗网络棋底个案 在683宗投诉个案中,约70%个案涉及警务人员被人网络棋底 除了警务人员,近日被网络棋底的人士还包括疑似政府官员、社会知名人士、警员家属及普通市民 他们占总投诉个案约30% 受影响的人数,这两个月之内,你会发觉我们将它分开 做一个警务人员及非警务人员的 这两个不同的组别,警务人员不言而喻 非警务人员包括普通市民、政府官员、立法会议员、社会知名人士、警员家属及示威者 你见到6月30日的时候,有216宗里面大概有8成都是警务人员 到7月31日的时候,7成是警务人员 到8月昨日,大约是7成2都是警务人员 供述指出,被网络欺敌的人士、个人资料包括姓名、地址、电话、相片、学历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车号码等 被人披露在社交网络平台 而且带有贬异或人身攻击的言辞,令当事人被排挤、恫吓及伤害 黄杰尔强烈谴责近期侵犯个人资料私隐、网络起底及欺凌的情况 认为恐吓、骚扰等情况愈演愈烈 以往的个案通常都是以私人及家庭的事务作为一个起底的动机 一个原因 或者是情侣骂回来 所以他就将一些照片贴出来 今次就完全不是这两回事 今次是大规模示意攻击、煽动及传有恐吓的成分 所以我们会用小用的一条第64条去检举这些个案 以及准备调查完之后,我们作出拘捕和检控 黄杰尔指出,根据私隐条例第64条 最高可判处罚款100万港元及接近5年 公输已向香港警方转介608宗个案 警方已开始做出拘捕行动 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